各位网友,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交字 这个交就是交通的交 笔画不多,是个常用字 但是在写起来,无论楷书、新书、草书都有一定的难度 好,我们现在用楷书先把这个交字写一下 这是这个交字 从楷书结构上看并不复杂 但是呢,向大家说一下这个交字 上边,就是这一带,就是上端 要短、窄一点 下边的撇那要放出来 我已经再三地强调说 一个字当中,若干的横 若干个横画,只能有一个横画是长的 若干个横画,只能有一个横画是长的 那么若干个撇,也应该是只有一个是长的 比如这个交字,左边一个短撇 然后左边下方又一个长撇 这两个皮要明显的差异开来 不能够写的一样长 再有呢,就是上端紧凑,下端要放出来 从这个结构上说 每一个字只有一个地方是突出 放出来 不能有两个地方同时放出来 这种两个地方同时放出来 就显这个字非常的笨重 所以这一个字当中一定注意哪紧 哪收,哪放 对于这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经常地写字 慢慢地写字说动点脑子 对于一个字的结构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渐渐地多汇了一些字 就被一反三的问题就出现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写一下 因此我们向大家呢 说一个道理 就是古人那里有很多呀 金科玉律的东西 曾经有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说过 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金科玉律 那就是没有金科玉律 他认为没有金科玉律 才是金科玉律 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东西 把它说绝对了 就陷于僵死 或者陷于主观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说呢 就说很多在历史上的书法家 都讲这个苍锋逆入 比如说吧 欲左先右 欲右先左 无垂不缩 无网不收 听来这些话呀 都不是错的 但实际上要执行起来 并不都是这样 比如说撇 如果说无网不收 撇还要往回收吗 我们看了燕真卿柳公权 燕柳是最讲究仓风的 实际上也没有往回收 我们那天已经讲过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写心字 心切的心 然后这一笔 你能够藏风吗 不能藏风 如果这笔是这样藏风的话 这前面这个尖风就没了 藏风的目的是 是为了把这个风藏起来 但是这笔必须得漏风 如果你藏风之后 那么前面就显得很笨拙 是个源头的 这就不可以 那么反过来说 撇也是这样 撇你可以收风吗 撇如果是这样写 你还要这样一下子吗 再往回走一番吗 不可能 如果走的这个地方 再往回走的话 这前面就成顿尖 当然我们不要就太锐 但是没有尖风 总是没有结束感 所以撇这种笔画 不可能再有什么 收风之术 尤其是短撇 就像胶字上边的 第一个短撇 就这一笔 这一笔 这可以收风吗 不可以收风 就是这样撇过来的 如果你撇完之后 再从这再收回来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一种 一种这个这个计法 不可能有 所以大家呢 对于这些个问题上 不要教条的对待它 好 我们再写一下 关于这个胶字 还有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 比如说 写完这一笔之后 注意一下 这一笔 这样过来 就是在这个地方 拐了一小横折 用这个地方 一笔两带 连点 再撇 加在一起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这样 再给大家写一下 掀空一下 然后这横写的 靠下一点 这没有关系 这一横啊 要斜式的 抗肩一点 注意看 它是这个方向 但是又不可太斜 太斜这个字就不正 而且上面斜一点之后 本来已经不正 是靠下边的撇那 把这个字弄得端壮 弄得工整 就是上下 有一种补救的关系 如果没有这种补救的关系 上面也写得非常的平 下面写得很均匀 这个字就发生了一种死质 矮板 看着不灵活 好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这个字的 新书写法 很简单 就是这样写 再写一遍看一看 再写下 看一看 这个字在行书当中 没有更多的一种写法 但是不要太漂浮 像最后这种反纳 和最后的点 都有力量 如果你太漂浮的话 就是这样的话 写着这个字 它非常轻浮 轻浮是字的一个大计 我们有些老先生说呀 这字太轻以后 他说压不住纸 给人感觉着非常轻 因此就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又不可以太重 写胶子这种字 没有必要写成这么重 写成这么重的话就笨拙 所以一切都是个度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新书的这个胶子 它的技术性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 它这几个旋转 必须要极端的熟练 有人说呀 字写得太熟练了 就显得很俗气 实际上 不是这么个问题 字一定要熟练 孙国庭讲过这么两句话 叫心不厌经 手不厌熟 应该准确翻译 熟 心不厌经 手不厌熟 这个手啊是越熟练越好 但是啊 你在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不可以因为熟练 而写起来的时候漫不经心的 非常随意的 写的时候 浮皮潦草的 显得非常的轻浮 因为过于熟练 往往会出现这种弊端 不熟练 声色是不好的 但在熟练当中的时候 还要有一种严肃感 如果是因为熟练 就像我们背书一样 如果背书的话 当然你熟练不好嘛 背得很熟不好嘛 如果你背书的时候 学而时期是不易悦乎 有碰四分 如果这么背的话 给人感觉也很讨厌 所以有时候 就书法当中也好 绘画当中也好 都讲究一个熟后生 熟后生就是 首先在熟的签计之下 给人感觉写出来之后 很生动 而不是浮光略影的 这么一写 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熟是必须的 如果你不熟 你看我写得很生 那有什么可好的呢 所以这个交字 在这种笔画当中 就是一点不能犹豫的 至于这个点 连上不连上来 都不重要 这是行书的交字 我们再给大家写下 草书的这个交字 草书的交字 大家看一看 是这样的 有些人会感到很惊讶 这跟这个楷书 行书的这个交字 形体上完全是 没有这个相似之处 就是这样写 在古人那里 这个交字的草书 也没有什么 更多的这种写法 就是这样写 再写一遍 大家看 有很多草字就是这样 它跟楷书的冤行 完全不线接着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这样就不是个交字 这就是个交字 我们再写一遍 大家看 这里有些点画上 看是非常有力量的 虽然是这样在写 大家看这个笔画 类似这一笔 你需要有楷书的基础 就这样的笔画 如果这个楷书基础没有 你写的这一笔 浮光略影的 这个整个字就失败了 看来写的很快 实际上笔尖很有弹力 中锋运笔很有弹力 也有的这两笔写在上面一点 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交字呢 它这个形体上 因为差异很大 大家要注意 首先要认识它 然后会写它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最后把这三个字 用楷书 星书 草书 三种书题 向大家再介绍一下 楷书 到这那笔书 大家注意 稍稍前面有一点低头 后边要清得住这个笔 如果这那笔 你一下没有成功 你反复地在那去做 这个这个字就看着非常笨拙 那笔到这个最后的时候 要注意 要慢 要云 如果不云的话 最后感觉着这就漂浮了 如果不重的话 又感觉这个字没有分量 但是过于的笨重 有人写的那笔说 总用这个色笔 总用这个色笔 这个偶然用用是可以 但太多了 就显得很麻烦 你一笔不能写成功 是个功夫问题 写这种笔画 应该是百发百中 如果笔没有大问题 笔到历程 再看一下这个字的行书 不要特意地找非白 特意地找非白 就显得很造作 有人就是把第一个字写得非常的 墨非常的浓 比如说 头一个 头一个字写得很浓 假如说这个字写得这么 很浓 然后第二字干涩的不得了 实际上这个反差 看了很大 讲究什么干湿浓淡之类的绘画语言 但在书法上并不适合 再看一看草书的这个 这个胶子 再看一遍 一定写得很有气势 到草书阶段的时候 既不可荒腐 又不可能过于的持重 过于持重草书太笨拙了 也不可以 因为草书的前提 就孙国庭所讲的那个 要流畅 你如果不能流畅 的话 你草书看来 写得很慢慢吞吞的 很很生涩 那么草书的意义就没有 同样又辩证的说 如果把草书写太荒腐 只是为了流畅 而太快 过于迅速 而失去了庄重感 那么草书也是失败 好 今天关于这胶子 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一下子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一下子